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次债务违约的危机 不过根据美国官方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 在美国债务危机激化的时候 现在外资是纷纷减持美国国债 中国的美债持仓量已经是逼近了13年以来的最低 美国财政部发布的国际资本流通报告显示 5月份外资持有的美国国债的规模降至了75,270亿美元 比4月份减少了540亿美元 当中持债规模最多的日本 在5月份是减持了304亿美元的美债 是三个月以来首次减持 而减持的规模更是去年10月以来的最快 持有的美债总量为10968亿美元 中国内地则是持有美债第二多的经济体 在5月份的美债持有量是8467亿美元 比4月份减少了222亿美元 是连续第二个月减少 持债规模也是逼近了2010年5月以来的最低 作为美国国债的海外第二大债主 中国从去年8月到今年2月 是连续7个月减持美国的国债 从去年4月开始 中国的美债持仓量一直是低于1万亿美元的水平 今年3月份的时候 中国是小幅地增持了200多亿美元的美债 但是在4月份又继续地减持 另一方面 英国是减持了141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到6666亿美元 那持债的规模是位列第三 同时美国财政部的报告也显示 5月份所有的海外对长期短期美国证券 和银行现金流的净流出总额 是达到了1676亿美元 这个也是逆转了4月份484亿美元的净流入 另外上个星期美国官方的数据显示 现在美国通胀是出现了大降温 6月份的CPI同比的涨幅回落到了3% 是连续第12个月下降 而且是远低于一年前的9.1%的水平 所以现在市场都开始预期了 美根储在这个月的会议上的加息的行动 可能就会是最后一次了 同时美元汇价也会持续地下行 另外在7月18号周二发布的一个新的数据 是继5月份的环比增长0.3%之后 美国的6月份的零售销售 环比增长了0.2% 这个是远低于预期的 零售销售意外的放缓 这个经济似乎是出现了降温的信号 但是另外一个指标就是扣除 汽车 汽油 建筑材料和食品服务的指标 在5月份是环比增长了0.2%之后 在6月份环比的增速是到了0.6% 这个其实也说明了消费者的需求 在6月份仍然是保持坚挺的 现在投资银行高盛把美国未来12个月的 经济衰退的几率是由原本的25% 下降到了20% 这个理由就是当地最近的经济活动 和通胀数率表现都是非常的正面的 高盛的首席经济师 哈泽诗就表示 虽然联储局在下周一定会再加息 但是他们就说 这可能是去年展开连串上调利率行动的 最后一次了 高盛的分析师也表示 近期美元汇率的变动 很可能是更大幅度下跌的开端 他们在上周五给客户的邮件当中 这写到现在高盛是认为 当前的跌势在短期之内 是很可能会延续的 而摩根士丹利的策略分析师 也是将美元的建议是从超配 转向了中性的立场 摩根大通的团队在上周五 更是对他们建议的美元交易 要进行平仓的建议操作 另外法国新业银行长期从事外汇分析的宏观策略师 就表示 现在市场正在预计 美丽率将会在今年结束本轮加期 所以他们预计美元可能会重回 2020年12月以来的低点 也就是说 美元曾经会跌到 这个疫情期间曾经到的那个水平 今天美元会价是小幅的回升到了100的上方 而日元现在是跌到了139.45的水平 原因就是日本央行就表明说短期之内不会调整超宽松的货币政策 日本央行的行长 直天河南在印度出席20国集团会议之后 在被问到下个星期一夕的时候 会不会调整国债税率目标的时候 他就重申 现在距离2%通胀的目标 要稳定实现的 其实还是有一段时间的距离的 所以会耐心的执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 另一方面欧元兑美元是很可能会创下2004年以来最长的连涨记录 在周二的早些时候 欧元兑美元是一度上涨了0.4%到1.1276的水平 这个也是连续第九天的上涨 而且是达到了2020年2月以来的最高的水平 在不到两周的时间之内 欧元兑美元是上涨了3.5% 而今年至今的累计涨幅更是达到了4% 值得一提的就是欧元的走强其实跟美元指数是带来了下行的压力 因为欧元在美元指数当中是占有最大的权重 是达到了57.6% 所以这也是推动近期美元指数下行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这让我们看 其实在传统的金融市场 美债一直是被视为最安全的资产 但是现在经历过最近的很多的像债务上限的问题等等 您觉得这个安全的地位是不是会出现动摇 它这个安不安全 它是一个相互关系 大家认为你安全 你就安全 大家觉得对你失去信心了 你慢慢地就开始出现问题 所以对于美元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和霸权地位 现在很可能这个冰山上已经看到有一个缝在开 当然它是有多方面原因构成的 你从技术原因看 就是像这次的高冲涨 然后加息 然后造成很多国家又出现以前的情况 就它一些中小型的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它的这个资本市场 它的这个金融整个就面临一个大的冲击 这个冲击马上就会来 所以大家今天都很紧张 为什么美国参政部长耶伦来中国他一直要谈这些事情 再一个就是本身的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 就是前不久出现的这个债务上限的问题 你老这么印钞票 对吧 越印越多 而且是无节制的 还有一个更重大的就是地缘政治的冲突 本来大家都相信你是安全的 那俄罗斯这个教训表明好像不是安全的 你把这个美元把这个人家放你这的储备当成一个武器 而且摆明了是要没收人家 所以很多国家的肯定就是要有系统的 有序的来减持美债 所以这个减持美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就是不同的国家他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当然美国也可以要求别人不要减 但是减不减还取决于对这个安全的认知 我想从一些非西方国家的角度来看 未来应该是继续减持美债 如果大家有钱之后就不去买美国的国债 那整个金融的秩序可能又变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像欧元那边 本来去年是非常弱的 已经跌到1比1以下 现在又上来了 而且上得非常快 确实资产的多元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会儿 在股市方面 现在美国股市在周二的时候 是延续了最近的涨势 收在了一年多以来的高位 不过对于周三的亚太股市 似乎是提振有限 近期陆续发布的美国银行的业绩 是美股市场的一大焦点 摩根什坦里刚刚公布了第二季度的财报 利润是达到了21.8亿美元 同比下降了13% 而收入则是约为135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2% 摩根大通和富国银行 在上周五的净利润 分别是增长了67%和57% 但是现在有一些地区性银行的存款问题 仍然是投资者担心的一大方面 在周二美国银行和摩根什坦里 等银行巨头公布了财报之后 整个美股市场的银行股 是出现了上涨 比如说摩根什坦里的股价 是上涨了超过6% 美国银行公布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9% 在这个之后 美国银行股价也是上涨了 达到了4.4% 美股大涨 不过在亚太区来说的话 涨跌是出现了不一的情况 像是日本股市是攀升了1.24% 到两周的最高位 美股隔夜上升 以及日本央行的评论维时鸽派 都是舒缓了市场 对于日元汇甲攀升的忧虑 因此也激励日本股市大盘攀升 不过首尔的股市只有微升0.02% 投资者是离场等待更多的企业 发布财报和美联储下周的议息 所以也令大盘缺乏动能 至于台湾的股市则是持续的回调 再下跌了0.65% 而且失守了五天线 香港股市今天同样是进一步下挫 恒生指数低开189点 失守了19000点大关 之后进一步的巡抵 蓝筹股也是跌多升少 消费 金融 医药和澳门博彩等板块 都是出现了下跌 但是汇控和港交所是逆时上升的 中场恒生指数是收盘报18952点 下跌了63点 跌幅是0.33% 科技指数则是下跌了0.35% 科技股腾讯的最大股东Process 是最后一批大量持有中国大型上市公司股份的 外国投资者之一 目前是持有腾讯约26%的股份 总价值是超过了1000亿美元 公司最近虽然一直在缓慢的出售持股 不过他们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就说 希望能够长期保持腾讯股东的地位 而且他们也说对于腾讯的业务充满信心 并且看好中国的消费互联网行业 另外港交所在上个月推出的港币人民币双桂台模式 24家公司的股份同时是以港元和人民币进行交易 那相关公司的每日总成交金额呢 大约是占了港股大事的四成 不过呢双桂台模式实施一个月 人民币股份的交投呢 则实施只有占总体成交的约1%这么多 但是呢专家预期随着港股在本月开始回升 那么人民币的港股呢也会逐渐的受到关注 内地股市今天呢则是走势分化 互指早盘是震荡走低 午后探底回升并且是成功的翻红 中场市收盘报3198点 微升了1点 成交额是2812亿人民币 深层指示收盘报10932点 下跌了0.37% 成交额是4212亿元 创业版纸则是下跌了1.06% 中国日前公布了第二季的GDP增长之后呢 有部分的外资大行是调低了 今年全年中国的GDP增长目标 大概是调低到了5%的水平 不过呢还有一些机构其实是没有调整的 比如说渣打银行 他们就仍然维持GDP的预测是5.4% 渣打大中华基北亚区首席经济师丁爽就表示 日前出炉的第二季度GDP 在低基数的影响下呢增长是6.3% 略好过渣打预期的增长5.8% 虽然呢他们虽然是调低了第三四季的经济增长预测 但是仍然维持全年的GDP增长是在5.4%不变 丁爽还预计呢内地房地产市场在今年下半年 将会继续的维持疲弱 中国官方媒体《经济日报》的发文就表示说呢 因为住房交付呢是关乎购房群众的合法权益 也关乎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 因此呢要继续的加大纾困资金的投入 同时要进一步的为房企融资销售提供必要的支持 持续促进房企资金和房地产行业的良性循环 摩根大通也认为 鉴于销售数据弱于预期以及楼下回调 那么中国出台全国性的房地产放松政策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那降低首付比例呢可能就会是第一步 另一方面内地的零售世道也是转弱 为了刺激民众的消费呢 中国商务部等13个部门是联合发布了 关于促进家居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 来促进家居的消费 这当中呢就涉及了四大方面 以及十一项具体的措施 当中这就包括了鼓励各地支持旧房装修 金融机构加强对家居消费的信贷支持 支持居民更换或者是新购绿色智能家居产品等等 另一方面呢工信部也是发布了新的这个刺激方案 近期呢他们说会发布实施轻工业稳增长的方案 来着力稳住家居用品和食品等重点行业的发展 由于近期的经济数据不及区呢 市场关于政府刺激政策出台的呼声非常的高 刊登在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的一篇评论文章就说呢 现在呢其实政府短期是不能欢乱 更不能够出权快出手中 应当要意识到中国社会其实客观存在着两个稳定的压仓石 就是农民工和大学生 那么呢新一轮的刺激政策呢 是需要考虑收入分配效应 着重完善市场机制 打破市场垄断 消除价格刚性等等方面 另外中营国际证券总裁助理 首席经济学家徐高也认为 现在稳定期呢需要兼顾新旧的动能 所谓的新旧动能呢就是说 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传统增长引擎的呵护 其实是并不矛盾的 他就说呢地产市场的平稳发展 与汽车行业的这个上台阶呢 是可以并行不备的 因此呢平稳发展的地产业 再加上取得突破的汽车业 整个中国经济的预期 他说是必然向 是财经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再度到访中国 在19号上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 会见了基辛格 我们去现场看一看 王毅说时隔一年 再次见到基辛格 看到他身体健康 精神绝术感到新闻 中方真是同老朋友建立了友谊 王毅表示 中国对美国政策 保持着高度的连续性 根本遵循就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这三条是管根本的 也是管长远的 使中美两个大国 正确相处之道 中国的发展 有强大的内生动力 和必然历史逻辑 试图改造中国 是不可能的 唯独 遏制中国 更是做不到的 美国对华政策 需要基辛格式的 外交智慧 需要尼克松式的政治勇气 王毅在会面中 还阐述了中方 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强调 一个中国 是台湾问题 最根本的现状 台独 与台海和平 水火不容 上海公报 确定的一个中国原则 必须恪守 如果美方真心希望 台海稳定 就应该用行动 明确公开反对台独 与台独分裂行径 划清界限 基辛格表示 美中两国都有能力影响世界 美中保持稳定关系 事关世界的和平 稳定和人类的福祉 无论如何困难 双方都应当平等相待 保持接触 试图孤立或隔绝另一方 都是不可接受的 一个中国是美国 在上海公报中 做出的严肃承诺 相信不会被动摇或背弃 自己虽已经不担任公职 但关心美中关系 支持近期双方 致力于改善关系的努力 基辛格和王毅 还讨论了乌克兰 和人工智能等问题 凤凰卫视 霍卫卫陈旗 北京报道 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 关系的稳定 是关系到全球的政经格局 耶鲁法学院高级研究员 摩根士丹利亚州区的 前主席史蒂芬·罗奇 他在英国金融时报上 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就建议处理美中关系 不能够再用老办法 他建议要成立一个 美中秘书处 作为新的中美接触架构的核心 他是用一个 由同等数量的 美中专业人员组成的 常设组织 在政策制定 问题处理和冲突解决方面 发挥作用 香港信报的社评 也更加强调了 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社评就指出 经济发展的铁律 是何则两利 斗则俱伤 这也是中美关系 不寻求冲突的根本性逻辑 中美重塑关系的新定义 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演绎 只要能够避免擦枪走火 环环相扣的全球经济 都是有机会受惠的 近期媒体也是广泛报道了 一些美国企业 美国的芯片企业的领导 正在游说 美国的政府要减少贸易限制 推动全球的合作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在今天就发布了声明 强调要坚持开放合作 维护产业的全球化发展 声明指出 数十年来半导体产业 能够持续创新并蓬勃发展 对于全球各主要国家和地区 产业主体的相互协作 是全球化分工的发展的结果 中国半导体产业将会 始终地坚持开放合作 与世界各国各地区 一切愿意合作的产业界同仁 共同维护半导体产业的全球化 助推政府和当局 支持半导体产业的国际合作 同时中国半导体产业自身 也会持续地创新 不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与全球伙伴共同发展 另外第22届 2023中国互联网大会 18号在北京开幕 工业和信息化副部长张云明 出席大会开幕时时表示 中国已经成为了 全球最大最活跃的 数字服务市场 下一步将会瞄准 高端芯片人工智能等 关键领域 努力实现更多突破 切实掌握技术自主权 和发展主导权 另外联合国安理会 18号首次就人工智能 召开了会议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 代表中方提出了 治理五原则 他还指出呢 中方敦促个别发达国家 不要人为制造科技壁垒 阻挠他国的技术发展 各别发达国家 为谋求科技霸权 构建排他性小圈子 以种种借口和行动 恶意阻挠他国技术发展 人为制造科技壁垒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郑先生我们看到这个 美国在打压中国科技方面 可以说是说一套又做一套 你有什么样的观察 因为他肯定是要打压你 所以你必须得自主创新 得自立自强 在这个环节当中 我们看到其实美国 他也有一些人士 还是比较有远见的 所以这次王毅主任 他会见基辛格的时候 就是明确提出 在中美关系方面 需要基辛格式的政治智慧 外交智慧 需要尼克松式的政治勇气 当然现在美国人的勇气 全部放在打压中国来了 我最近刚刚看的报道 就是美国他自己知道 在电动汽车行业 他不行 尤其是电池行业不行 所以福特作为一百年前 这个最先进的制造企业 当时全世界都去那个地方 去学他的管理模式 和他的这些know how 这些技术 现在福特明明想跟中国合作 而且林德时代也有意向 和他进行合作 但不是去投资 因为投资通不过 那福特就说 我买你的技术 我引进你的工程师 来帮我建一个大规模的 磷酸铁里的电池生产企业 但是美国那些议员们 就跳起来了 说这个不行 这是特洛伊木马 所以在当前的情况下边 如果认清了世界的大事 就是美国围堵不了中国 这王毅主任讲得非常清楚 对吧 那么美国他要做出一个调整 就是在未来的一个阶段 两个国家如何相互尊重 和平相处 然后才能够互利共赢 所以这个阶段 应该说是对于两国关系来说 一个低潮当中 其实需要美国的政治人物来反思 他们现在的乐此不疲 一定要打压中国 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那场战争 他们也认为 很多右派的美国政客认为 那个战争不能打 因为它分散了美国 针对中国的这些资源 最后我们再谈一个火热的话题 就是近期的高温 俄尔尼诺现象 是给世界各地带来的干旱和暴雨等等 其实还有间接另外一个隐患 就是粮食生产可能会 粮食的产收可能会受到影响 那现在同时 俄乌冲突还在持续 会不会进一步地恶化 那甚至有可能 真的有粮食的危机出现 这个粮食危机 去年战争开打 就短暂出现过一次 因为你战争一打之后 大家对市场的预期变了 该卖的不卖 不该买的拼命地囤 所以很多穷国 像埃及这样的 它就拿不到粮食 当然去年总的来说 虽然气候还比较高 欧洲有一段时间也遭遇干旱 但总的来说 到了下半年 这个事情就度过去了 对 因为双方还有这个 所谓的黑海的运粮协议 现在情况又变了 因为今年这个二里洛现象 它造成了这个气候极端的变化情况 比去年还要严重 我最近看了一下 像加拿大那边的山火 并没有停下来 这个过火的面积越来越大 然后在欧洲那边 南欧几个国家是极端的高温 像这个意大利啊 希腊 现在是旅游旺季嘛 都是极端的高温 其实咱们在华北地区 前段时间也经历过一个 比较高的气温 所以很多地方还发了 这个高温的警告 到了现在为止 香港在前几天才经历了 今年第一次的台风 台风登陆 有了这个台风登陆呢 我们就说基本上它这个 影响我们这代的气流 就会比较正常 所以可能下个星期还会有一个 可能会影响大家的生活 但从整个气流的情况来看 以及它对于后边的 像降雨啊 还有农中物生产 它其实对全国的这个平衡 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庆幸我们度过了一个 比较艰难的阶段 那现在呢 这个气流至少在我们这个区域 终于是正常一些 但以后什么情况 我们也没法去预测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边 很多国家的粮食出口 出现问题 比如说泰国 越南 它们的大米生产 那么在像太平洋的另外一边 美洲那边 它的干旱现象是比较严重的 这个时候呢 再叠加一个 俄罗斯它终止了 这个黑海的粮食出口协定 因为毕竟俄罗斯是一个 粮食出口大国 乌克兰本身在去年 由于战争的影响 但是它粮食也相应的出口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看它一些特定的群体 会不会受影响 比如说像去年 有24亿人口 是受到粮食短缺的影响 其中呢 大部分是在亚洲 还有一部分呢 是在非洲那边 那现在情况就很危险 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粮食 有一部分是往非洲去的 所以它们会不会出现问题 再加上现在又 因为美元的这个高利率 衍生的像债务危机等等 都会对这些事情呢 进行一个叠加的效益 谢谢中文分析 所以也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